就是我們最後再把這個剛剛寫的程式 我有把它這兩段就貼到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要參考的話 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底下這邊 應該是這一段 這裡 第五頁的地方下面這裡 這個是第一段 這個是第二段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再把這兩個有沒有 把它變成 執行的話是可以直接從這邊執行 當然因為這邊執行很麻煩嘛 所以最後其實你是可以再把它插入兩個按鈕 那我前面講過 這個名稱你可以不用改 你可以直接選它之後有沒有 按確定 那這個上面名稱不一定要跟它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假設 叫什麼名稱 叫計算好了 隨便給它一個名稱 你可以怎麼樣 這邊的名稱跟那邊的名稱不一樣 沒關係 那底下清除的話 我習慣是把這個按鈕按右鍵 把它複製 再貼到底下 主要原因是因為兩個一樣大 你不用再插入一個你自己拉不一樣大的問題 只是名稱 一樣嘛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再去修改 再重新指定它 它叫清除 然後把這個名稱 然後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所以最後我主要是希望 你們可以把這邊 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這邊就清除 計算 OK 還滿方便的 那將來如果說這邊有變動的話 比如說你們老闆要突然給你一個新的ID 然後你就可以把舊資料清空 直接按個計算就OK了 但是呢 這邊程式可能有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就是這個清除 我們這邊是225是直接寫固定的 前面講過 這個應該 你只要利用 其實上面有嘛 其實寫的方式就是你直接把 這個寫法把它複製 直接就直接貼到這邊來算 有沒有 AND LetsLaw 但是請特別注意 他們其實兩邊沒有共用 所以你可以 你如果要用這個LetsLaw 你要把這一行 把它寫到哪裡呢 寫到在上面 不然的話呢 它這個SUB裡面 並沒有這個變數 它會出現這個它找不到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錯誤 應該是這個WS 因為這個WS 這邊有 這邊沒有 所以另外一個寫法 我們乾脆不要WS 如果沒有WS點的話 它就會自己抓目前的工作表 也就是這個工作表 就不用沒關係 WS拿掉OK 這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好處就是說呢 如果你寫225的話 它會固定 增錯一下 還有一個地方 這裡面不是有一個W 所以如果假設WS點的話 這個也可以拿掉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WS點 這個都可以拿掉 執行一下 OK 那好處就是說呢 將來 假設你清除的範圍 假設 我們假設 這裡下的這些不要 我們把它改成到20就好了 那清除的話 不不 這應該是要先清 清 然後如果把這邊拿掉的話 它會自己跟著這個範圍 清除一樣 有沒有 它也會自動去抓到 目前的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那為什麼可以 主要是因為有這個Let's roll OK 所以我把這個清除 這個改一下 改成這樣 這一段我一樣 把這個複製 貼到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話 可以到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第六頁的地方 這邊有個清除 把它格式化一下 OK 但是一般的需求 可能沒那麼簡單 因為你說老師 可是我們需求 不是說每一次 就是按一下全部 我是希望 可不可以有個 就是說我們這個清單 現在是批次的 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當我游標放這裡的時候 它有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 自動帶出這些ID 讓我選 讓我選完之後 然後自動把我選的ID 自動填過來 這樣會更好 有沒有 有點像自動帶出其他的資料 那根據什麼呢 就是根據它的ID 那第一個怎麼做 OK 那當然第一個 如果你要把這邊 變成下拉清單的話 你需要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學過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的話 它是躲在那個資料裡面 它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 資料驗 叫資料驗證的 OK 特別注意 你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下拉清單 當然可以 那我下拉清單 你就要記得 我確認一下 應該是這個沒錯 對 這個沒錯 那你需要 如果假設你要把它變下拉清單的話 你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 你要告訴他說 你要變清單 所以按一下資料的資料驗證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的儲存格 他目前是允許什麼 預設是任意值 如果你要變成清單的話 很簡單 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下拉清單點選之後 改成什麼 有沒有看到 這邊不是有個清單 對 但是如果你把它變清單的話 本來是任意值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那個清單在哪裡 那你就跟他講說 我把它改成清單 本來任意值 如果你把它改成清單之後 下面就會出現一個來源 什麼來源 意思是說 那你要變清單 可是你要告訴我 你的那個清單在哪裡 那我們的清單理論上 在這邊 那他叫什麼 booking id 不過我記得 好像他裡面已經幫我們有定義好 所以你按F3 這邊好像就有個叫booking id 不過前提是他已經定義好了 可是如果你沒有定義好的話 你要先定義 什麼定義 就是把這個範圍 A2一直選到底有沒有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在這邊輸入booking id 按確定 好 也就是說呢 剛剛的那個清單 就會是 自動跳出 這一個所有的資料 好我們來試一下喔 所以你做完之後有沒有發現 誒 最大的變化在哪裡 這邊會多一個下拉清單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的話 當你點選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所有的那個ID 就會在這邊讓你出現讓你選 有沒有你可以選一個啦 但我希望說呢 能夠選一個之後呢 他能夠自動帶出後面的資料 誒 可是目前有嗎 目前沒有 為什麼 因為還沒做後面的動作 OK 那你說老師那我這個OK之後的話呢 下面這個A3我也要怎麼辦 特別注意 A3裡面有沒有 抱歉 沒有 所以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要做資料驗證之前 你游標如果放一個 他就會做一個 可是如果你希望 A2一直到底下 全部都要 都畫怎麼辦呢 記得喔 你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把他選起來 所以你先把游標先放A2 Ctrl Shift向下 讓他選到底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把A2以下的全部呢 通通都做什麼 下拉清單 所以特別說 1把游標先放A2 再按Ctrl Shift向下 2的話呢 資料 資料驗證 這邊的話呢 就是一樣 全部把它改成清單 本來是任意值的 把它改成清單 然後來源的話呢 這邊按F3 因為內線已經有了 OK 我們這個不用做 有一個Booking ID 按確定 這樣按確定就OK了 這個時候的話 你們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有下拉清 有嗎 你選一個 他就可以直接 怎麼樣 讓我直接就可以 代出我的ID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欸 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當我 這個 自動代出後面四個資料 那請各位訊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